字幕 李宗盛 记性不太好 但是精神也还不 audiobook 没有 mitä 最近在这些小时太累了 最近睡眠出了一些问题 眼hart想要 completed 完整的都是大事 一不是 就到处找上厕所 然后那些厕所 一不是太 Italy 一不是被 pessoalBaby 睡觉 比打仗要累 蛤? 蛤?你這樣不觸碰 不如去看醫生去醫院檢查一下吧 哦,我去檢查了 醫生說我神經衰弱 開幾種藥 說健效沒那麼快,要吃一排 放心吧,我沒事的 白月又問了 那你吃了安眠藥也不行? 哦,我現在一睡覺就發惡夢 吃安眠藥也不行 唉,鬼咩 不就是因為容成大校那宗案 那些僵屍,那些屍體 搞得我有些神經衰弱 嗯,那不如你去看看心理醫生吧 去做心理輔導也好 哦,好啊 等搞定這宗案 我回明山就去看心理醫生 說真的 就我個人來說 我不相信什麼心理醫生 我寧願相信精神科的醫生 我甚至不覺得有心理醫生這個職業 國家究竟有沒有承認有這一科醫生呢? 我自己的病呢,我心知肚明 我是被負面情緒傳染了 精神刺激 導致大腦不肯做事 想不起什麼開心事 分泌那些多巴胺啊 和那些什麼五幹輕色胺啊 嚴重不足 造成惡性循環 做這一行 除了屍體 就是屍體 看到人的屍體 和看到那些死豬 不是同一種感覺 說真的 看著那些屍體 我真的覺得心是拿著拿著 尤其是那些 剛剛死了的 周身帶著黑毛的屍體 熬到下午 藥的副作用呢 基本就沒有了 我穿戴整齊 自己就走去族長家 去到門口 我敲敲到門 有個滿頭白髮的老婦人出來開門 我看著她說 你好啊 我是佐成義的朋友 過來拜見一下她阿波的 麻煩你跟阿波說 就說我跟佐成義 綁定了雙生股 她一定會見我的 那個老婦人 我打開頭關回門 很快就走出來 她打開門就說 跟我來 那個老婦人帶著我 穿過門房 過了禁房 在後面的角樓仔那裡 我第一次見到 佐成義的阿波 她阿波 她阿波 很瘦 但是精神很好 一對眼睛 晶光閃閃 在她眉沙位那裡 有一顆很精緻的美人志 是紅色的 雖然 她阿波現在 年近七十 但是還可以看得出 她年輕的時候 一定是個絕頂大美人 就算到今時今日 她的體型 都沒有什麼走樣 她年輕的時候 不會比佐成義 只會更加美 我也看得出 佐成義繼承了她阿波良好的基因 長得很像她阿波 阿波見到我之後 笑了一笑 她就說 哈哈哈哈 唉 來了 喝杯茶了 有人捧了茶過來 我拿起來 茶水有點辣嘴 我沒有喝 又放回 阿波 阿波 當初 你為什麼要背叛家庭 跟了慣祥順 因為我愛她 入山 你一條路 是她親自帶著鄉親父老 一點一點的作出來的 一作呢 那就幾十年了 啊 她是個英雄 那我們情投意合 至死不如 哦 所以你就 豹腑棄子 走過來 跟關祥順 一起劈山開路 啊 啊 這位年輕人 你根本就不懂 什麼叫愛情啊 啊 我都不想跟你討論這件事 年輕人 當你遇到真愛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的啦 阿波啊 我中了雙生鼓 這隻鼓 是你養的 是啊 沒錯 是長信教我的 養這些鼓呢 真是廢時廢力 又用很多錢 我傳了給我女兒 那啊 佐誠義 是在我女兒那裡得到的 本來是想給她 找個如意郎君 作為同心同德的見證啊 呵呵 真是呀 想不到 你們呢 就用了在保命那裡 唉 失望啊 我很失望 又好悲哀 唉 完全背離了雙生鼓的初衷啊 我咬咬頭 阿波啊 請問你體內有沒有雙生鼓啊 你和關祥信這麼相愛 你們 沒有中一對雙生鼓作為見證嗎 阿波他呢 忽然之間哈哈大笑了 哈哈哈哈 唉 如果我們真是有的話 那我現在還散吼吼吼在這裡嗎 哼 翔信啊 一死 我就跟著他一起死咯 唉 不過啊 我真是希望我都有 唉 唉 只可惜啊 翔信呢 就先走 留下我一個人 顧虎無依 唉 唉 阿波 關狗羊和關山穴 都是我拘捕的 你不想報仇嗎 蛤 報仇 哈哈 唉 我和你呀 又有什麼仇啊 你是警察 他們是賊 蛤 警察捉賊呢 就天警地義嘛 是不是 哼 我呀 就沒有你想到這麼合藝的 我自己呢 就知道 什麼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 蛤 啊 哇 大是大非面前 我呢 就絕對不含糊的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黑白呢 就分明 這些呢 都是我離開我前夫的原因 唉 唉 小二他阿公呀 和左家一樣 都是杜毛賊 一個是杜毛賊 一個就帶著群眾 開山修路的大英雄 如果是你 你怎麼選 我又再掌握頭 好 嗯 如果是我 我都會選擇關祥順 只可惜 最後關祥順他殺了人 唉 他呢 都是逼不得意 才走這條路啊 阿波 阿波 你不怨我 阿波他呢 領領頭 唉 不怨 哪會怨你呀 你真是不恨我嗎 不恨 恨什麼呀 啊 知作業啊 不可活 上天獄 讓其滅亡 別閃讓其瘋狂 用盛的事 我都聽說過啦 一死就死了千幾人 唉 唉 他們竟然 要搶博物館 我聽到啊 都覺得這件事 不是人可以做出來的 這一個關山月和關阿曼 都瘋了 真是不搶閉他們一千次呀 都解不了這一口氣呀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啊 要將他們 判死刑是對的 嗯 難得 有阿波你這些 這麼心明大意的人 對了 你來找我 到底是想說什麼啊 不是就是為了問我 恨不恨你 是吧 阿波 我想問你 雙生股 可不可以解的 唉 解不了啊 你們兩個 就注定你一輩子 都綁在一起的了 一切同生共死 唉 看來 你好像病了 如果你信得過我 我就幫你把把脈 啊 阿波 你還懂醫術嗎 沒有 好 倒是更詳順 學了一耳 一邊說 阿波他呢 慢慢捲起自己的衣服 伸手過來 是吧 歡迎收聽 神秋二時錄 演播 林子豪 十一山金 第四百四十三集 我伸手出來 阿波的手 按在我手腕那裡 他閉上眼 摸了一排 然後呢 翻開眼皮 看了一看 又叫我呢 張開嘴看一條脈 最後呢 他就伸手 捏一捏我的小臂 和肩膀 然後他就說 嗯 現在 你正在吃藥嗎 哦 是啊 正在吃藥 醫生說我神經衰弱 唉 你呢 上了完神 太累了 唉 你呀 休息一段時間 去一下旅行 放鬆一下 這樣就好了 你沒有病啊 哈 阿波啊 我是警察來的 工作不允許我休息 呢 就說我來到這個關嶺鎮 剛剛到埋 就遇到紙紮公仔 搶信用社 那些紙紮公仔 不僅要打劫信用社 還殺了信用社五個員工 最後自己和錢一起燒成灰 你說了 我怎能助事不利呢 那 你來關嶺鎮 是做什麼的 哦 我這次來呢 主要是想見一見阿波你的 我想問一下 雙生谷 可不可以解呢 那我問你了 如果雙生谷解了 那你是不是要捉我這個蒜蕾 啊 我啊 就得你一粒蒜蕾 如果你捉了她 那我 真是絕口的了 他殺了人了阿波 還不止一個 不過 他都叫立了工的 唉 不過說這些 都沒用了 雙生谷 一中上呢 就無得解的了 你注定 都沒辦法捉到她的了 我這個孫女呀 性格呢 就鬼這麼硬 如果你捉她坐牢 他真的自盡失望啊 啊 啊 到時候啊 就拉你一齊去見人罗王咯 哈哈哈 那你說 是不是無端端打了呢 哈哈哈 看看你啊 這麼年輕的景觀啊 前途无可限量 死了真是太可惜了 你真是不可以死的 要好好地一直为国家 为人民 做出更加多的贡献 我会的了 然后我站起来 阿波 时间不早了 我不打扰你了 明天再见 对了 明天我就要上山 你可不可以带小意一起来呢 唉 她一直对长迅都有偏见 相信在关灵这段时间 她应该对长迅有了解 唉 她阿公 是个盗墓财 结果 她也做了一个盗墓财 嗯 嗯 长迅和她们不一样 长迅是英雄 我是英雄的女人 我真是希望 你可以劝下她 叫她 不要那么仇事我 嗯 我尽量 那好吧 那就拜托王先生你了 真是麻烦了 阿波她站起身 对着我 谷了一躬 我从族长家族走出来 我从族长家族走出来 心肯是哩哩的 从当时的角度去看 阿波当时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关长迅 真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而佐诚以阿公是什么人呢 是个盗墓财 那你说 阿波他选择和关长迅一起 有什么错 你换算是我 都不愿意一生和盗墓财过日子 我都会选择关长迅这样的大英雄 另外还有个好消息 阿波他居然请我一起上山 去皇陵祭拜关长迅 但是 我又一定要带佐诚以去 看盘这个要求 佐诚以他不会答应 不过我还是打算要试一试 我就不想直接去废品站找佐诚以 我拿一部手机出来 打了个电话给他 王大力 你还记得我 蛤 即是不容易 诶 佐诚以 我刚才见过你阿波 有些事想跟你谈一下 哼 他最懂的就是古惑人心 你 是不是被他收买了 见面再说 你过来我们这边好吗 说完 我啪一声 合上一部手机 单手关手机 改这个动作 真的很瀟灑 在街上 我拿着三星手机打电话 周围的街坊 个个都看着我 这个是一份荣耀 我心里面 即时觉得舒服了很多 都不知道是因为药效 还是因为虚荣 反正我觉得 人应该都要有少少虚荣心 如果不是 你会没有追求 你真的会屈到病 你会变得很厉害 第四百四十四集 当我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 刚好见到左成衣 穿着一身 黑黄状色的连衣裙走过来 他好像是故意打扮了一番 走到我面前 左成衣背着对手 看着我 扭一扭腰就说 走吧 如果不是我经办电子厂的案 我真是很难把眼前 这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和杀人犯结合在一起 怎会想到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是一个冷血杀手 还要是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蛤 没见过美女吗 不是 八月和欣春丽 都这么漂亮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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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不合你口味 喂 胡说什么 我有正经事找你 走吧 回到我们那里再说 一路上 左成衣还特意翘着我手 一边走 一边跟人打招呼 见人就叫舅父啊 琴帽啊 不知道多么亲烈 他就是这样 翘着我手 一直跟着我 去到我们租的那间屋 一进门口 我关起了门 即时就拼开了 成衣 但是他呢 硬硬拯住我 笑到卡卡声 做什么 玩厌了就扔下我啊 喂 你不要胡说话啊 来 先进屋 我真的有正经事跟你谈的 进屋之后 大家都在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 我先开口 今天呢 我们来开个会 是关于明天 去拜祭关长迅这个问题 我们要谈一谈 关长迅 对于关领镇的贡献 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了 所以呢 明天拜祭关长迅 是一件大事 刚才呢 我去见了佐诚义阿波 他邀请我和佐诚义 一起去参加 我觉得 我们应该去 佐诚义大声说 谁喜欢去就去 我肯定不会去的了 关长迅是谁 是被我阿公戴绿母的人 我去拜他 我岂不是迷賊 喂 佐诚义阿 你不去 那我怎么去 你阿波的意思 就是叫我劝你 认回他这个阿波 我就知道你被他收买了 我凭什么要认他 他和那个男人 走了老 扔下我妈和我公 不理 哼 他真是瀟灑 走来和别人生了个儿子 现在他的孙子 他的儿子被人捉了 就想来认我 是否想我妈和我和他养老送终 他真是想创他的心 哼 你这一局真是有强人所难 任春泥亦都说 哎呀 大力呀 你不可以不理了今年的感受 现在 是他婆婆带了他公公绿母 还要和别人生了个儿子 嗯 我担高头 看一看姚雪和白月 他们两个女孩 倒下头不出声 不过意思有明显 现在家屋里面 所有人都站在左诚意那一边 左诚意看着我说 黄大力 我真是不明白你的脑子 想什么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会和你去拜祭关祥顺 唉 我都知道现在 说什么都没用 我拧拧头 不去是不去 我都是为了完成任务 哼 我啊 幸不得将关祥顺 条诗挖出来再变诗 你叫我去拜祭他 不要说我不同意 我的家族如果知道我去拜祭他 肯定会批斗我 左诚意十声站起身 看着我哼了一声 哼 你真是不可理喻 说完 他怒爆爆就离开了 姚雪追出去 在大门口那里 劝左诚意足足劝了半个钟 才送他走 他关了门 走回来 对着我说 大力 你真是过分了一点 你这样 即是太侮辱人了 我这个时候也很严肃 喂 姚科长 说真的 在当时的年份 当时的社会氛围 那是一个成分至上 美女爱英雄的时代 佐诚意阿公是个杜慕賊 关长迅是贫隆 是英雄 是一个了不起的队长 带着大家开作山路的领导者 你们都是女人 你们去选吧 你们选关长迅 还是选杜慕賊 关长迅的堕落 是出于偶然 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姚雪举一拍张桌 哇 王大力同志 你这个立场很有问题 做什么 我都是就事论事 算了 谈不来拉散会 明天 我们去拉劉鸿琪和阿波 等他们拜完关长迅 我们就动手 让队长 会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姚雪举咬咬头 大家早点休息 明天我们就要行动 省定点 不要被那条跛脚扭走 听到没有 欢迎收听 神秋二时录 演播 林志浩 十一山金 第四百四十五集 吃了药之后 我很快睡着觉 整晚一刻又在犯恶魔 奇怪了 我又是梦到左诚意做了我前妻 他拿走了我银包 连我一条褲都抢走 搞到我被迫无奈 光着屁股 踩着三轮车 后面呢 还搭着我阿爺 在乡间那些崎嶇土路上面踩 走得很艰难 一边向前踩 我心情屈满到极点 这一晚 凌晨三点多我又醒了 五点多我又醒了 干脆 我就把早上的药吃到肚腺 这样的话 去到中午那些副作用就会过了 我就可以正常执行任务 老实说 身体比任何事都重要 不过成年人从来都不做选择 我既要完成任务 又要吃药 时间这家事可以灵活变通 果然 七点多我醒了时 嘩 头发着发着 辛苦到想死 和喝醉酒一模一样 去到上午十点半时 杨队长打电话给我 说要找我商量一下 我哪有精神和他商量 我跟他说 杨队长 他们要在山上吃中午饭 吃完中午饭才会出来 我们中午上山刚好 太早去的话 会被人发现的 那就糟糕了 这一天 全镇所有人家都派代表上山 真是一场盛大的仪式 刘洪棋就没有上去 雅巴叔就去了 而我们这一边 已经布控好了 夹着刘洪棋 现在 就差阿波 之所以 我们要等祭祀儀式 搞定了 再动手 完全是因为 我需要拿到关祥顺坟墓的座标 那就要关二哥有机会 参加今次的祭殿活动才行 如果提前捉了阿波 那今次祭殿活动就窩可了 帖子